大家好,殲-20隐身战机作为中国空军战斗机巅峰之作一直备受广大军迷的关注 殲-20不管在哪里出现都是热点 不过虽然殲-20性能强大,战力出众,但其单一的特性也是收到不少军迷的飞翼 这些人认为殲-20作为重型战机对地能力实在不足 因为其弹仓的尺寸无法携带大型弹药 若在机身上挂载外露的弹药又会造成因为对地攻击改装而失去隐身效果 因此对地攻击能力不足也是殲-20需要面临的问题之一 就在近日有关殲-20的双座版本概念图 以及第二架殲-20双座版本是非的视频在网上出现 有关双座版本J-20 有专家认为如果未来生产的双座型J-20战机 它将对提升对地攻击有巨大的意义 并且将彻底引领隐身战机的新潮流 目前从航展上曝光的双座版本J-20战机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J-20的机舱体积增大了不少 气泡座舱往后延展了数十厘米 能够搭载第二名飞行员 前面飞行员的位置较单座J-20有一些提高 那位于后座的第二位飞行员 座椅要比第一位的稍高一点 这是为了提供更加宽广的视野范围 整个座舱是一个拉长的气泡 外观非常优美 专家认为双座的五代机的意义十分重大 采用双座的布局 可以极大的加强J-20的作战能力 首先两位飞行员操作J-20可以增强J-20的持续作战能力 更能够让飞行员减少自身身体的疲劳程度 以更好的身体素质进行空中作战 此外还有训练飞行员能够快速适应隐形战机的特性 要知道世界上目前现役的隐形战机全部采用是单座布局 因此进行隐身战机指导训练的时候 一般使用的都是双座的常规战机 因此J-20双座战机的出现 可以增强J-20持续空中作战能力和训练能力 另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预警能力 为什么说这十分重要呢 其原因就在于J-20战机的隐身性能和大功率 机载有源相控制雷达 一般传统的预警机虽然搭载更为先进 探测距离更远的全方位有源相控制雷达 可以侦测敌方的部队位置 但是由于其硕大的体积 也会被雷达轻易的探测到 而容易遭敌方隐身战机的攻击 而J-20凭借其400公里搜索范围的机载雷达 可以探测远距离的海上空中目标 而不会被发现 前部飞行员负责飞行 后部飞行员专注于雷达搜索和数据链 空战预警两部 使得J-20可以客串隐形预警机的角色 在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兵棋推延软件CMO里面 J-20就通过机载雷达 发现了400公里左右的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 并引导东风21D对其进行打击的例子 因此J-20战机可以说是一款潜力非常大的 全方面多功能战机 最后就是目前世界各大国正在探索 五代机配合无人机协同作战概念 由于目前隐身无人机是中美俄等国重点发展对象 像双座版J-20完全可以在空中充当一群无人机 空中指挥枢纽 依靠大量的无人机组成一个大型的查打议题网络 无人机代替J-20执行打击任务 反正就算无人机被打下来也不会造成飞行员的伤亡 目前中国已经服役了无真8攻击11等无人机 而且是隐身型 其中攻击11还具备强悍的对地打击能力 可以挂载空对地导弹 精确制导炸弹等现金武器 一架攻击11无人机的机载弹量据外界推测可以为2吨左右 那么12架攻击11的总栽弹量24吨 基本上相当于两架苏35满载带出击时的携带量 这将数十倍的提升J-20对地面打击的能力 目前俄罗斯的苏57尚未进入俄空天军服役 已经打算改装双座型号的苏57战机 以指挥自己的猎人重型隐身战机以协同作战 俄罗斯目前已经成功试飞了多次 不过对于J-20双座版本 我国的专家认为此举得不偿失 J-20如果再加装座舱设备和飞应员 会增加J-20的起飞重量 会影响J-20作战半径和机动性 也有人为未来考虑给J-20安装AI智能系统 由这个先进的智能系统自动处理辅助飞行 除了引人注目的J-20B隐形战机 中国目前手中还有两款隐形项目 分别是海军的舰载机J-35和空军的六代机项目 其中J-35隐形舰载机是沈飞的FC-31中型隐形战机 基础上发展的衍生版本 J-35相较FC-31的主要改动就是增加了驿展 更换了航电设备 升级起落架 防腐蚀处理 得益于沈飞在FC-31基础上的完善发展 J-35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去年J-35成功的进行了首飞 预计全部测试通过后 可全面量产 未来福建号航母后续的核航母将采用J-35作为其主力的制空舰载机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自主研制五代舰载机的国家 并再次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而中国的六代机项目现在也在有序进行中 中国六代机的项目仍然保密 有关它的详细信息只会在未来出现 但不可忽视的是 中国的六代机一定是美国六代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最后我想强调 FC-31也是歼-31上舰并不意味着要取代 当前中国海军辽宁舰山东舰上的歼-15重型战斗机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歼-31与歼-15的搭配使用 歼-31是中型四代战机 歼-15是重型三弹战机 这样的搭配使用格局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是比较好的组合方式 大家知道美国海军目前也是采用搭配使用的模式 不同的是美国的两款舰载机都是中型战斗机 隐形的F-35C和不隐形的超级大黄蜂 因此我国的重型战斗机和中型战斗机的搭配 完全可以称上世界上航母作战群最先进的打击力量